好 欢迎收看八字实战讲座 这节我们讲一个死亡综合实力 这个人 我先说一下 这个人是想自杀 想自杀 但是后来没有自杀的一人 我们看这个标志 当时给他预测的时候 就是练进很大的经济困难 他说旁边的人很多都跳楼了 自杀了 但是自己想到家里人就自想自杀 但是自己由于自己家里就承认不了 我们看是因为什么原因 首先来看这八字的深入 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是吧 深入 只有丁火 是吧 来来伸自己 深入的八字 我们看他的八字有没有自杀的种体现 八字方面可以看到 上官 上官 财 当时没有财克因性就是 有命在 当时没有财克因性的迹象 好 我们看看八字都没有 但是不代表他运中 我有这么想 13年4月 看一看 正好是丁四大运 丁四大运 4月正好是 应该是鬼四吧 我们推一下吧 丁人 人与圣水 人 名 鬼 卯 甲 乘 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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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是大运 鬼四年 若问物鬼何方法 甲乙 乙 甲 乙 乙 一上好 是丁四 若问物鬼何方法 甲乙 一上好 是丁四 在这里说生产挺好 这个生产挺好 那这就简单了 直接找到丁被冲坑的时候 不就行了吗 鬼血直接冲着口 所以说今年有自杀的体系 暂时四伙在生产 还不利于去死 所以说一想案就想不通 如果没有四伙住 比如说鬼害 可能真的想不通 可能真的完蛋了 那么我们又要说了 到底他是哪个月想不开 是不是找鬼和丁分之不行了 这年丁四月丁分之了 是不是 就这个月就这月想不开 但是四伙是胜大 这位就是肯定有一些固执 想让家庭想让别的放不下 那就没有自杀 反正当时遇到他的时候 他就说想跳楼怎么样 他说跳楼可以一了百了 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劝他 我问他自己想家里面 因为人家怎么怎么样 他都没有自杀 这个八字有几点 第一个是大于有年 行事才可以自杀 第二个是由生助杀 就是不想自杀 这是几个特殊的地方 大家可以琢磨